Hello, hello,大家好 Long time no see,我终于回来了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Henna Faceup,我是Henna 感觉已经真的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那之前呢一直忙着实习的事情 那现在回到美国开学了 终于有时间给大家录一个视频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topic呢 是我已经想了很久的 大家呢一直都会很纠结 到底身在美国大农村 在哪里买衣服或者买东西比较好呢 所以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些department store 一些品牌的集合店和一些 我经常会逛的品牌的电商专卖店 笔记呢全都已经写在手机上啊 满满的 那对于一些已经经常上网买东西的老手来说呢 那这个视频呢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视频 这是我今天早上突发奇想的 就是说 因为前两天也是Sephora的Sale嘛 我那时候呢人在国内 所以也没有多入手什么东西 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Urban Decay 新出的一个Born to Run的一个眼影盘 那我在这个眼视频里面呢 把这个一边呢化妆 一边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店 同时入手的呢 还有两支这个Fenty Beauty在这次Sale里面 出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套装 是一个口红的套装 待会呢也会有这两个口红的试色 那总之这一期的视频呢 应该是干货满满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第一家店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Sephora 那Sephora呢 我想其实和Amazon一起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对于刚刚来美帝的同学 这两个品牌应该是大家 在国内就应该最了解的 那Sephora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会员制的 你呢是可以免费的注册 Beauty Insider这个会员的 然后每年呢 你消费到250刀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Vib 然后在消费到1000刀的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Vib入局 Vib入局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优先参加 每年两次的这个打折 那有经验的同学 一定会知道就是 打折的时候 其实货是走得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尤其是那种热败的单品啊 什么的 如果有Vib入局的这个会员呢 大家折扣享受的是最多的 然后也是最早能抢到货 所以说呢 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 去弄一个Vib入局的 那但是其实对有些同学来说 每年要消费到 在Sephora消费到1000刀 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就是 我为什么要推荐 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室友 共同共享一个账号 对于Vib入局来说 你每一单的运费都是免费的 而且是free 3-day shipping的 所以说就是你就算买一只口红 或者是买一份就是最便宜最便宜的一个什么 小棉签棒啊什么之类的 你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一个运费的服务 那为什么Amazon要和Sephora一起说呢 就是因为Amazon其实对于美国的同学来说 它也是有一个优惠的 就是每一个学生如果通过自己的EDU的账号结尾的 邮箱注册 Amazon的账号的话呢 你是可以获得免费半年的prime shipping的 prime这个会员的资格呢 就是传说中零零有名的 你可以在Amazon上下任何一笔单 只要是prime的商家呢 他都可以有免费的2-day shipping的这个活动 大家想想一下 如果你一个寝室里面有4个人 那你第一个人先用第一个半年注册一个prime的账号 第二个同学呢 在下半个学期呢 再用第二个半年的那个账号 那你们的好朋友如果有4个人 就相当于是可以免费用两年的prime 所以其实我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两个网站呢 我推荐大家说如果想省钱的话呢 是可以共享大家的一个账号 然后来凑会员 然后拿到它最大的优惠的 那说完了这两家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店呢 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 美国的几个大型的department store 和几个大型的买手店 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家department store呢 他们都是有free shipping和free return的这个服务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住在村里面 然后周围是附近是没有这些商店 那如果你买到了自己不太适合自己的东西 你想要退的话呢 这些网站都是可以让你免费的return的 第一个网站呢就是NivanMarkets NivanMarkets呢是一个比较高端型的百货商店 他们家的好处呢就是他们家的货非常的多 非常的全 就是每一季上新的时候把它上新的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它跟Burgdolph虽然是一个集团 但是它比Burgdolph的货要全很多很多 而且呢NivanMarkets经常会不定期的有一些sells的活动 就是比如说满200减50啦 然后满 最近我还看到有满400减100的这个活动 那如果说这种活动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想添一个什么 添一双鞋啊或者是或者比如说钱包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个牌子了 那刚才说过了Burgdolph和NivanMarkets是同一个品牌旗下的两家百货 那Burgdolph有一个它自己得天独厚 而且是别的品牌都没有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Burgdolph它是除了美国的纽约以外吧 其他地方都免税的 说到这个免税的事情呢 我也想跟大家就是再多唠叨一句 因为美国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州 它没有这个商店的话呢 它不论是你从另外一个州的商家 或者是从网上订东西呢 运到你这个州都是没有税的 所以说因为Burgdolph在美国 好像只有纽约这一家 所以它有寄到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免税的 那Burgdolph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活动 就是它每年两次的美妆盛典 一次呢应该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还有一次呢是在第二年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妆盛典呢 它的打折力度其实还蛮大的 我记得每年都是五百减七十五 然后满一千呢是要减两百刀的 那相当于是一个八折嘛 而且呢Burgdolph他们家 Carrie的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贵腹线的产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再加上它本身又免税 那你等于就是省下了一大笔嘛 打个八折再打个九折 就相当于是七二折了 接下来呢还有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店 是Barnies New York 这个店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的特别 但是后来我发现 基本上我身边的男生朋友都会非常的知道这一家店 因为他们家店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潮牌 像Off-White啊或者是前两年很火的那个大翅膀的那个牌子 就是MB男生的那个MB的那个牌子 所以说基本上我认识那些就算不往过的男生 就是不一样的就是Barnies 他们家的gift bag里面送的都是起码中样吧 中样以上的一个产品 就是而且它都是非常非常贵的那种贵附显的牌子 就比如说我记得以前的gift bag里面经常会有 像Lamere的一个面霜的中样啊 或者是CPB的面上的轮 而且整个袋子里面全都是这些高端的品牌 比如说我记得经常还有出现的品牌 就是有Lamere CPB 然后香提卡 然后Le Prairie 然后Revive 这些非常非常贵的一些大牌 在飞机上的话带个小样 其实就非常的方便了 而且呢又有机会让你试一下 这些贵妇品牌的护护品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刚刚提到了Farfetch呢 我们就来说Farfetch吧 Farfetch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买手店 它的货呢 其实是很神奇 就是从全世界各地 而且大部分都是欧洲运来的 大家也知道嘛 因为欧洲的品牌 它在欧洲的价格必然会比较低 它对于美国的价格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 而且呢Farfetch上的品牌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 我身边男生朋友都会只知道 Barnies New York和Farfetch这两家店的原因吧 而且呢大家不要以为 就是说Farfetch因为从欧洲寄到美国来 它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 其实Farfetch呢 它一般用的都是DHL 寄到你手上的时间 可能比美国境内运输的时间还要快 就快的时候两天就可以到你手上 这个运送的速度真的是堪比 国内的顺风快递 我觉得非常的给力 那接下来还有一家店呢 是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 然后也经常会去逛的一家店 这家店呢就是Netaporte 那我想国内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吧 因为他们家其实亚太区 然后欧洲区和美国区的线都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那对于美国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有一个在Netaporte上买东西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利的 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 那接下来我先说 为什么我最喜欢这家店吧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网站 做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经常在网上买东西的同学呢 大家都一定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比如说 你看到模特身上穿的一件上衣很好看 然后它同时搭配的下面的裤子也很好看 或者是模特搭配的鞋子也很好看 但是呢大部分的网站呢 都不会给出你模特身上搭配的其他的牌子的那些衣服的品牌 或者是链接 那Netaporte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会把这个模特身上所有穿的东西的产品链接 全部都放在网页上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那个品牌 然后点进去买 而且他们家的行路做的真的非常的好看 有时候没有穿搭灵感的时候呢 也会就是去逛逛他们家的网站 经常能找到一些就是穿搭的灵感 所以说呢我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家店的 对于美国的同学来说 为什么说他们家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因为欧洲这些奢侈品的品牌的价钱 其实会比美国要便宜很多嘛 如果是欧洲的品牌 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小tip就是 如果你在美国买的时候 你登陆这个网站 不要进入它的美国的那个专区 而是去他们的英国站 或者呢是去他们的澳门站 你去英国站的时候 它显示的价钱会是以英镑的价钱 本来这个价钱就比较划算了 你在check out的时候 它还会有一个意外的小惊喜 就是它会退税 因为欧洲的原价本来就比美国低 然后再加上这个退税的这个福利 所以说其实这个你在他们家网站买到的价钱 是会比在美国自己的美国站 买到的要便宜很多很多很多的 而且他们家只要花到250磅 就可以全球免运嘛 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想要买奢侈品来说 就比如说买个Gucci啊 其实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澳门站显示的那个页面的价钱呢 虽然跟美元是一样的 但是它也会进行一个退税的动作 在澳门站有时候 大家去点击去看看 也会发现它比美国的价钱要便宜 那如果你喜欢那个产品 在欧洲站没有货了 其实你可以在澳洲站看一下 那就是你在这三站 美国站 澳门站 或者是欧洲 英国站 这三家的价钱都对比一下 看一下哪间的价钱最便宜 然后进行购买 这是一个我逛的Applehead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窍门 但是注意啊 就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有退税 或者是有价格 有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反而美国站的价钱会比较便宜一些 NetaPorté其中呢 应该还有两家它的小公司 一家是叫The Alnet 一家呢是叫Yours 这两家店呢 他们家的风格和图片的照片的风格 是完全跟NetaPorté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们家的货呢 其实都是从NetaPorté 就是上一级或者上上级的库存拿下来的 那就如果说大家有时候想买一些品牌的那种经典款 或者呢就是想买一些那种比较基本款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这两个网站逛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的价钱又非常的划算 然后尤其是The Alnet呢 是我也会没事干就去逛逛的一家店 然后接下来两家店呢 我又放在一起说就是Luis Villaroma和Mycerisa 这两家店我一开始知道呢 就是因为在两三年前吧 美国的Roger VBA还没有自己的网店 像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department store呢 也都没有Roger VBA这个品牌的网上的一个 电商的一个销售购买的一个渠道 然后唯一能在美国的online买到的 买到Roger VBA的渠道呢 就是Luis Villaroma和Mycerisa这两家店 这两家店呢都是欧洲的一个买手店 他们两家上新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你能在他们家能找到最新最新欧洲的款式 而且他们家的货也非常非常的多 选择非常非常的全 他们网站上的价格呢 因为已经是包了税费的 所以虽然它的价钱跟美国一样 但是不用额外再浇水 所以它在价钱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于因为它是一个全球都发货的那个买手店嘛 所以他们家的货也走得特别特别的快 如果说你有看重的款式的话 一定要赶快下手 不然的话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 在美国department store呢 还有两家店呢 是我不怎么经常逛 我在这边就顺遂给大家提一句 一个呢就是Saxes Fifth Avenue 还有一个呢就是North Drum 但是呢North Drum有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点 就是他们家打折季的时候 会上一些意想不到的 让人惊喜的一个价 就比如说我记得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吧 他们家的那个喵喵的那个芭蕾舞鞋 我记得原价应该是要四五百刀的样子吧 在他们家那次打折 居然打到了好像两百多左右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码非常的全 所以如果打折季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逛一下 North Drum这家店的 那说完了这些department store呢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就是 我经常会去逛那些买衣服的店吧 那第一家不用多说就是ZARA 我觉得全世界的同学都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而且国内的小红红书上ZARA的晒货也都是非常的齐全 在这里我就也不多说了 就说一句吧 那ZARA他们家呢在美国是只要满五十刀就可以 mah free shipping free return 和ZARA风格有一家非常类似的店呢 就是Mango 我想国内应该很多同学也应该知道 因为他们家其实在淘宝好像是也是有期间店的 那还有一家风格比较类似的店呢 就是Topshop Topshop这家店呢 也是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快食商的店嘛 他们家呢 虽说在North Drum也有自己的柜 但是其实它最全的货还是在他们家的官网 而且他们家的官网也是free shipping free return的 在这里呢 我要吐槽一下那个Topshop的牛仔裤 就是之前嘛 大家很多人都在说Topshop的牛仔裤 是就是最好穿 然后评价快食商里面就是最舒服 最显腿去的牛仔裤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腿太粗的关系吧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牛仔裤穿着 其实上身还蛮 对我来说还蛮显胖的 因为他们家其实牛仔裤的面料非常的薄 非常的软 非常的贴 所以说呢 会把你腿型比较缺陷的地方全部都暴露出来 所以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他们家的牛仔裤 反倒是我下面要说的一家店 也就是Urban Outfitter他们家的牛仔裤 会更深得我心一些 那Urban Outfitter呢 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品牌 那他们家的店呢 就是走比较波西米亚 然后度假风的那个衣服 他们家自己旗下有个品牌的牛仔裤是叫BDG系列 我觉得他们家牛仔裤其实对于我这种胖子来说穿还蛮合适的 特别的显瘦 和Urban Outfitter风格类似的呢 还有一家就是Free People 这家店呢也是走一个小仙女 然后波西米亚风格的路线 接下来呢 是另外一个全球都非常有名的快市场的品牌 就是H&M 那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H&M 因为H&M大家都知道嘛 而是一个H&M的一个高端线 就是The Other Stories 其实要说高端 它也没有高端的H&M 因为它价格其实也是非常亲民的 和Zara的价格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吧 那他们家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你在他们网站上 基本上能买到衣食柱形 除了型吧 其他以外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home的department 也就是卖家具的店 然后有卖鞋 有卖包 有卖衣服 有卖首饰 他们家的首饰呢 我在这里要吐槽一句 就是质量真的不是很好 就跟可能淘宝买到的那种 五六十块钱人民币的那种 首饰 质量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呢 我去画一个眼线 因为一边说话 一边画眼线实在是太难了 那除了Another Stories呢 H&M旗下还有一家 性冷淡风格的品牌 就是COS COS 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衣服呢 是走一个非常性冷淡的一个路线 面料呢 也很好 那说到面料好呢 还有家店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一个西班牙的品牌吧 是叫Masino Duty 这个牌子 他们家呢也是走一个职业女性的一个路线 然后他们家经常会出一些非常好看 而且质量非常好的一些衬衫 而且呢 基本上都是真丝或者是非常高级的那种 非常高支出的一个棉 所以呢 我喜欢在他们家呢买一些衬衫 尤其是丝制的 还有他们家的吊带 就是那种真丝吊带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一家店呢 我想国内经常关注时尚的小朋友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W Concept W Concept呢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集合店 在之前我们的小众品牌的鞋子 起到的Salon Dijon这个牌子呢 就是可以在W Concept买到 哦对 说到W Concept的大家等我一下 说到W Concept呢 我最近还从他们家也买了一双这个新的鞋子 就是他们家好像新款吧 是一双Mule 然后这双鞋呢是一个方头的 然后鞋底呢是一个蓝色不规则的一个粗跟 如果你穿在脚背上呢 其实它也有点像是玛丽甄鞋的那种鞋型 我觉得这双鞋非常非常的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穿 你穿一件风衣 然后配上这双稍微有一点点高度的鞋 我觉得走起路来真的非常的好看 不过呢 他们家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寄来的嘛 所以说它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 它的快递的那个周期 基本上要在两到三周左右的时间 下来一个品牌呢是Everling和Makewell 这两个品牌呢也是 我想在国内稍微有一些些名气的吧 尤其是Everling Everling他们家的品牌呢 就是以简约然后高质量著称的 而且呢他们家的网站呢 会把它每一个好像成分的原产地 还有制作的地方 都会在网站上标明出来 在他们家呢 就是能买到一些非常好质量的一些基本款 比如说基本的T恤啊 搭底衫啊 他们家的酷型也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显瘦的 在这里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家集合店 我之前忘了说的 就是Shopop这个牌子 就是国内大家海淘一族可能会知道的 一个叫Shopop Shopop呢 也是每年一年会有两次的一个接替日sell的一个活动 在打热的期间呢 好像我记得 消费到1000刀左右吧 好像就可以打到一个七五折 并且他们家的快递是和Amazon合作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Prime账号的话 你还可以享受Free 2-day shipping这个优惠 在Shopop这网站呢 也是可以买到一些比较小众的设计师的品牌 价格呢 不是那么的昂贵 然后呢 款式也非常好看 那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经常会逛的一些网站 那在这边都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网站 也可以在品中下面分享 让我们大家都能有更多买衣服的好去处 好啦 妆呢 我也差不多就化完了 今天的眼妆呢 就是用这盘Urban Decay新出的Born to Run 然后我挑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一个是这个绿色 一个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红棕色和一个 这边的一个蜜桃色 来完成的这个眼妆 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啊 最后我居然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唇膏 唇膏呢 也是我这一次在Sephora打折的时候 买的Fenty Beauty的一个组合系列的一个唇膏 今天呢 我就来用一下他们这个系列里面的Spand 诶就这颜色我记得 Face在今年三月份春假的时候 也是入手了的 这个颜色呢是一个豆沙色 是一个雾面的质地 大家觉得颜色怎么样 还挺好看的嘛 还挺适合秋冬的 这个组合里面呢 还有一支姨妈色吧 叫做 叫做Grisselda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比较深的一个姨妈色 我给大家试个色 对 是一个姨妈的紫红色 让我也再叠加一下吧 就叠加在嘴唇的中间 嗯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而且它上嘴还蛮creamy的 不过好像有一点点显纯纹啊 大家觉得呢 嗯这个头发呢 是我昨天用直发棒卷的 现在 维持到今天的效果还不错 我觉得 嗯我觉得还蛮符合这个妆的风格 那今天内容呢 就是差不多这样了 我觉得信息量应该还是蛮多的吧 不知道今天大家喜不喜欢我这个突发奇想的这个视频的创意啊 嗯如果不好呢 也大家多多包盘 不要忘了支持点赞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 祝大家开学快乐 拜拜 这个运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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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要 perceived 打不出十个运送的 这个运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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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运送的 就是 езд mộ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